还要来看到是金市奖是针对有限电视系统业者综合评比的奖项 那么参赛作品不仅探讨地方文化产业 更展现了属于台湾这片土地上的坚韧生命力 我们带您同来欣赏今年金市奖的精选作品 那么首先就来看到是过去是成一加工业重镇的台南文南社区 为了重新振作地方产业文南社区开立了一个不接产业工坊 也意外帮社区带进不少的收入 20几年前文南社区原本是生意加工的大本颜 未来的店面是满街市 但是要喝到经济党心的专业 让这个地方是漸漸漸漸漸 不敢看到文南社区上旧有代表性的商业 就这样来消息 提供的结合造成更做好 经过滚人党来的努力 现在相关这片的众位可以得到百多众 我们文南社都做生意加工的大本颜 我就和文南社区这个社区产业 一个工坊 就是导导要求我们一些助工做工的 特殊的长者导导予流 而导导一些师傅来教 跟它的特色就是我们温南的 做包包 做台湾衫 做小丑 做一些口罩 布所做的一些东西 很多 做到百多种 经过社区妈妈的家书 做这个原本看起来很普通的布 变成一生有个一生的古水红子 理解作品买出的所得 社区都会用来作为 分上社区六世组团的爱心餐经费 从社区到立的主管回馈回来社区 温南社区所推动的后官参业 不只是中心 把整个消息的参业找回来 今后我会看到台湾人 做什么的坚持精神